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愁眉苦脸地问我 我说 假设你的同事每天加班到凌晨 你会不会向上私汇报 他比所有人都勤奋呢 那当然不会了 朋友回答的理所当然 那你的汇报 本质就只是举报而已 你不是为了维护公司利益 而是因为你看不惯他 干着比你少的活 却拿着和你一样的工资 心里不平衡罢了 听罢 朋友豁然开朗 于是在那位他看不惯的同事 汇报时认真做笔记 学习他的汇报技巧 这让原本就兢兢业业地 他锦上添花 很快就得到了老板的赏识 让他负责了一个大项目 刘振云在一句顶万句中说 人要一赌气 就忘记了事情的初衷 只想能气着别人 也耽误了自己 如果朋友继续和同事的缺点抗衡 只会两败俱伤 但和对方的优点和解 才能换来现在的互惠互利 讨厌一个人 是这世上最贵的消费 因为你付出的是自己的心力 真正的成熟 是从别人的缺点之外 看到可取之处 从彼此的不合之外 找到共通之处 张德芬说过 把别人看顺眼了 就把自己看顺眼了 这是爱自己的第一步 诚然如此 人生风雨露 处处有是非 看淡即花絮 看开即云烟 《四地花开》里写道 当你放下成见和伪装 不再焦虑和稀求 你的内心才算是真正敞开 与其和眼下的琐碎 纠缠良久 不如集中精力 继续赶路 放下对他人的看不惯 才能收获内心的幸福与安然 你的所见 皆为自己 天方夜谈中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渔夫 在打渔时 发现了一百枚金币 不禁喜出望外 但他害怕国王来偷他的金币 于是决定把金币藏起来 不让国王知道这件事 但他无法抑制住 洋溢在脸上的喜悦之情 生怕国王起疑心 只好想了一个办法 他不断用皮鞭抽打自己 避免露出开心的表情 假装因为贫穷而痛苦不已 然则富有如国王 又怎么可能寄予这区区一百金币呢 渔夫之所以觉得国王会来偷 不过是把渴望财富的思想 强加给了国王 这就是心理学上说的投射效应 萨克雷说过 这世界是一面镜子 每个人都可以在里面看见自己的影子 其实你眼中的世界就是你内心的投射 有时你看不惯别人的根源在于自己的境界不够 作家一书有句话说得很对 每个人说另外一个人 道理总是一箩筐 仗巴的灯 照见别人 照不见自己 做人最忌讳的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还要别人按照自己的标准形式 用自己的尺度去丈量别人生命的厚度 把别人的故事放在自己的显微镜下审视 培根有一句名言 总是说别人坏处的人 永远都不能证明自己是好人 社会就是一个大熔炉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面 你对别人的百般注解 构不成万分之一的他 但暴露的恰恰是一览无余的你自己 所谓修养 就是少说感受 多看事实 所谓情商 就是少论是非 专注自己 古语有言 眼中有尘三戒窄 心中无视一床宽 同样是推开一扇窗 从高楼往下看 看到的是风光以你 但从低处往下看到的是污泥遍地 这说明 人若没有高度 看到的都是问题 眼里有光 目光所及 皆是风景 内心荒芜 鲜花也与杂草无异 做人也一样 唯有放下成见 才能放大格局 迈向真正的成熟 世界再大 大不过包容心 网络上有段话很经典 我以为别人尊重我 是因为我很优秀 慢慢地我明白了 别人尊重我 是因为别人很优秀 深以为然 优秀的人 更懂得尊重别人 庄子在逍遥游中说 昭君不知会朔 会孤不知春秋 没见过世面的人 才会用自己仅有的见识 去解构他人的 难以理解之处 误会也就因此产生 相反 真正成熟的人 总是站在别人的角度 考虑问题 文语 为正有云 君子何而不同 意思是 在真正的君子看来 当我反对你的想法 并不意味着 我否定你的人格 我尊重你的为人 却不一定非要苟同你的观念 这世界很大 每个人都有选择 不同生活方式的权利 但世界再大 也大不过一颗包容 且慈悲的心 真正成熟的人 坚持自己的不同 是一种特立独行 理解他人的不同 更是一种海纳百川 听过一个故事 一位禅师 想要从两个徒弟中 选择一位作为一波传人 但两个徒弟都十分优秀 禅师很是为难 有一天 禅师终于想出了一个方法 他把两个徒弟叫到跟前 吩咐他们去树林里 找一片最完美的树叶回来 两人都尊宁而去 不久后 大徒弟回来了 递给禅师一片 并不是很漂亮的树叶 这片树叶虽然并不完美 但它是我看到的 最完整的树叶 二徒弟在外转了半天 最后空手而归 他对师父说 我见到了很多树叶 但怎么也挑不出一片 最完美的 最后 禅师把一波传给了大徒弟 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人 只有包容不完美的胸怀 就像康德所说 我尊重任何一个独立的灵魂 虽然有些我并不认可 但我可以尽可能地去理解 多一分将心底心 修养就上升一个高度 多一分换位思考 心胸就开拓一个宽度 心存包容交往 带着尊重相处 相信生命也会回馈你真正的成熟 细形取人 不如细形绿身 马来西亚有句俗语 天上的繁星鼠的青 自己脸上的煤烟 却看不见 人这辈子最大的敌人 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 这世上最不值得的 就是在眼里 装下了别人的错误 却浑然不知 自己脚下 尚有很大的空间进步 一个人如若每日所见 皆是他人的行差踏错 每日耳闻 皆是他人的缺点纰漏 怎能有余力自省 而厚精进 很喜欢蔡康永的一段话 看到别人做不好时 也许会暗爽在心 得到一种 我比他聪明的优越感 但真正聪明的人 是观察别人 为什么做不好 然后警惕自己 尽量不要犯相同的错 那些只爱发出嘘声的人 应该是打算 一直在台下当观众 而那些警惕自己的人 则是在准备 有一天要站上舞台 光是暗自嘲笑别人 零分的答案 并不有助于自己 得到满分的结局 不如把对方 当成参照的样本 提醒自己避免 和他掉进相同的坑里 论语有言 小人无错 君子尝过 意思是 小人永远觉得自己没有错 错的都是别人 高尚的人即使没有错 也会时时反省自己 掉进眼里的沙子 不必急着去揉 不如留一只眼睛 在心底 用来关照自己 懂得自省的人 会把别人的错误 化为自己的优势 在反思中不断向前 正所谓 抱怨者自困 自省者自度 如果你讨厌一个人 说明他还在你的视野里 你只有成长自己 才能让他不在你的视野 当你懂得了自省的力量 看不惯的人失误 都会成为你为自己铺的路 当你在自省的长途中 一步步修行 更精进的自己 那时你在回望那个 看不惯的人 他不过是你俯瞰的一颗尘土 因为你已经收获了真正的成熟 站在了生命的新高度 杨将说过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 到最后才发现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愿你拓宽心胸包容 而不苛责 站在远处看淡而不自困 保持行动精进而不空谈 相信整个世界 都会对你和颜悦色 目光所及皆是风景 所到之处皆有阳光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七年前曾遇到过 我最后的观点 不会总这么差 就又一次爱着她 坐了下来 我是爱你的 看见就爱上了 就像一个人手里 一只鸽子飞走了 他从心里祝福那鸽子的飞翔 你也飞翔吧 我会难过也会高兴 可你是什么呢 你会想爱鸽子般爱我吗 可我是一直不会飞的鸽子了 可你是那双抓住我的手啊 你放掉我 我会因此丢了命 我是爱你的 看见就爱上了 就像一个人手里 一只鸽子飞走了 他从心里祝福那鸽子的飞翔 你也飞翔吧 我会难过也会高兴 我在我的故乡遇见你 本以为万事如一 可没想到这一切还是不尽人意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